嗨我是Mita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面膜啦 那在選擇到適合自己的面膜之前呢 大家敷面膜的方式跟步驟都有正確嗎? 應該有聽過就是有些人敷了面膜之後 反而大過敏或是臉爛掉吧 這很有可能就是因為你敷面膜的方式不正確 才會造成這樣沒有保養到 而且還反效果的這個狀況 那今天就先來跟你們分享 敷面膜的正確步驟還有方式究竟是怎麼樣呢? 首先敷面膜的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先洗臉保持臉部的乾淨 那如果你是早上起床中前要敷的話呢 一樣是用清水洗過 但如果你耗的是油性皮膚的話 建議可以用一些洗臉糖品清洗過後呢 再來敷面膜 因為其實過了一整晚啊 臉上就是有很多髒污還有滿滿的油脂 如果這個時候你直接敷面膜的話 就是把那些髒污油脂一起敷在臉上 那就很容易有過敏或是長一些有的沒的的狀況發生 而且啊其實如果你臉上有滿滿的油脂 你貼上面膜那個精華也沒辦法被肌膚吸收 那你知道真的就是白敷面膜 而且還傷了皮膚 再來洗完臉之後呢 第二個步驟我們可以在臉上拍一些 比較清爽型的化妝水 當作一個前導 那我們有看過一個實驗 就是如果桌上有一攤水 你拿了一個乾抹布跟一個微濕的抹布 去吸那個桌上那攤水 其實是微濕的抹布 它的吸收力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先用一個化妝水來當肌膚的前導 那你在敷上面膜的話呢 其實肌膚是比較容易吸收 就是面膜上面的精華的 再來第三點 貼上面膜之後究竟可以敷多久呢 其實面膜上面通常都會有寫建議敷的時間 大部分是10到15分鐘 你就是照上面的建議 敷到這個時間就好了 不要超過 如果你覺得拿下來有一點浪費的話 你可以拿來敷脖子啊 敷膝蓋啊 或者是手肘 再來第四點呢 就是究竟敷完面膜要不要洗臉呢 其實通常面膜上面會寫 需不需要清洗 你可以參考上面的標示 那帶來另外一個判斷的方式 就是你敷完拿掉面膜之後 臉上是不是還殘有蠻多的精華液 如果臉上還有精華液的話 建議就是可以用清水稍微洗個臉 臉上可以吸收的精華 它都已經吸收掉了 如果外面還有殘餘 就是它已經沒辦法吸收了 如果你沒有把它洗掉的話呢 你後續上保養品肌膚也吃不進去 那我自己的話呢 是不管敷哪一款面膜都一定會洗臉 因為我本身膚質是比較敏感一點 加洗臉這個步驟呢 其實對肌膚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後面保養品吸收力也比較好 最後第五點呢 就是敷完面膜可不可以直接倒頭就睡 那我覺得這點呢 是要看膚質的 其實大部分的膚質呢 你敷完面膜最好是抹一層乳酸或是乳液 來達到這個鎖水的動作 那如果你是很容易出油的肌膚 像我夏天啊 可能沒多久臉就開始出油了 那其實肌膚流質就會自動達到這個鎖水的步驟 所以如果你是很容易出油的肌膚呢 你們就不一定要再擦什麼乳液乳霜來鎖水 再來我就要跟你們分享 我最近非常喜歡的面膜 這個呢 是CXLOOK新推出的海藻天絲膜 他們家的面膜呢 我一直都是覺得是平價 而且CP值高好用的面膜 因為他們家的面膜紙都非常的服貼 而且我覺得他們的保濕效果非常好 那這次推出的這系列呢 我覺得真的是更是厲害 而且很適合我的膚質 我是屬於那種油性皮膚 可是呢 他們家的保濕這個面膜啊 敷完之後 你不會覺得臉太黏膩 或者是悶悶的感覺 它真的就是滿滿的幫你的肌膚補水 但是呢 同時是很清爽的 也覺得各種膚質都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是缺水肌 乾肌 它也有分不同的效果的面膜 那我就來好好的跟你們聊一下 這三款新推出的海藻天絲膜 那這款Syslook的海藻天絲膜呢 一共有三種的口味 有重保濕、超潤白 以及添加1 2分之1乳霜的超透潤 那這個海藻天絲膜呢 它就是運用日本最新的海藻黏縮科技 將海洋精華與天絲面膜結合 可以擁有很好的助水力 而且比一般的面膜更加的柔薄服貼保水 首先第一款呢 是重保濕 裡頭的主要成分有奢華金箔 以及海洋聚藻鏽護因子 那它的精華液質地呢 是這樣比較偏稠一點點的水感精華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幾款面膜敷起來都是非常非常的服貼 而且這款重保濕上面還有一些金箔 敷起來真的是有一種超級奢華的感覺 然後它的保濕效果真的非常好 那它每一款面膜裡面的美容液都是有28ml 所以呢你就算敷滿15分鐘 也不會覺得面膜紙塊乾掉的感覺 還是滿滿的水分 你再來敷脖子、膝蓋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拿掉面膜之後呢 肌膚這個飽水啊 還有這個水嫩感呢 是完全騙不了人的 你們看這個畫面 我真的覺得它的保濕效果超級好 如果你是缺水的肌膚 或者是你上妝後發現 妝非常的不服貼 有一些脫皮的狀況呢 就可以選擇這款重保濕的面膜 那其實重保濕的面膜 也是我自己很愛存貨的一個口味 因為我覺得保濕就是一年四季都不會錯 一年四季肌膚都非常的需要 這個給肌膚保濕啊水分 所以呢其實這個面膜就是你想到就可以無腦敷保濕面膜的那一種 再來第二款呢是超潤白 裡面有海藻亮白因子 杏仁酸以及海洋聚藻修護因子 那它的精華質地跟重保濕那一款有一點點像 就是比較偏濃稠的水精華質地 這一款呢敷完之後 你們可以看到肌膚一樣是非常非常的保水 同時又有一點點亮白的感覺 那如果你是想要追求比較亮白 比較明亮的肌膚的話呢 就可以選擇這一款超潤白 重點是它的保濕效果一樣非常好 那我非常推薦這次CX LOOK的海藻天絲絲膜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保濕效果雖然很好 可是它完全不會有那種黏膩的感覺 就是敷完還是很清爽 但是保濕保水的效果又好 最後一款呢是超透潤 裡面有二分之一海洋乳霜蜂蜜萃取 以及布列塔尼的海藻精華 那它的精華質地呢 是稍微有點偏透白色的 因為它有二分之一海洋乳霜嘛 那這一款它的面膜就稍微有點不一樣 稍微比較厚一點點 但是一樣是非常服貼的 你在敷的時候它也不會有亂亂滑動的這個情況 那它呢就是主打可以更加的保濕 而且有滋潤肌膚的效果 如果你是要去寒冷的地方旅遊 或者是你的肌膚本身比較乾 你是乾肌的話呢 就很推薦可以選擇這一款超透潤 而且我覺得敷完這款面膜它的保濕度 你在上完妝也可以完完全全的感受到 因為你的底妝要變得超級服貼 而且有一種很自然的水光澤的感覺 那以上就是這次敷面膜的正確步驟 以及Sesslook這次新推出的 海藻天絲膜的分享啦 那這三款呢 其實我覺得敷起來的效果真的都很不錯 很推薦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你們可以依照你的膚況 或者是膚質去做選擇 那以我是有幸基膚的話呢 我比較常敷到的應該是超潤白 跟重保濕這兩款 因為這一款超透潤 它有添加二分之一的海洋乳霜 所以我可能是天氣很冷 或是肌膚真的很乾燥的時候 我才會拿它出來敷 那這兩款呢 就是我平常想要敷面膜的時候呢 一年四季膚它 我覺得它的質地啊 還有它的清爽度都非常的適合 好啦 那看完以上的分享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Sesslook海藻天絲膜的商品資訊的話 記得點開底下的資訊欄 那希望喜歡這支影片 更多的極東大衣生活餐 大家美食分享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掰掰